这是一位来自新疆的48岁的男性,中年男性,19年CT没什么事,可能得过肺炎,然后就今年体检发现右下肺结节,我们看这个结节,这是一个胸膜下结节,边缘相对是光滑的,密度也是均匀的,所以考虑良性的可能下,可能就是那次得肺炎留下来的。 现在呢,我又回过头来找到了20年的,20年的这个图片,发现当时也一样,也是这个,边缘很光滑,密度也均匀,同样的位置,所以就是一个成就炎症节节,实性节节,可能当时19年20年初的炎症留下来的,不用担心了,每年体检一次,这个已经确认的是良性, 是良性的炎症节节,不用管它,每年体检就可以,没被醒。